歡迎收看庶民大頭家 來關心 蔡總統出現了 他揪副市長黃珊珊視察北榮 但是被嗆殺 難道是放生了更嚴重的新北市嗎 而百姓染疫到底誰該道歉 侯友宜他對議員直接回嗆說 根本就是中央嘛 而疫情北將男生出現了黃金交叉 陳其邁說雙北有黑術 這是打臉陳時中說的控制得宜嗎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一下來賓第一位是 立法委員鄭立文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議員王鴻威 鄭先生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鄭思成 以及康寧院的副院長 尹長生醫師 大家好 今天89352例 但恐怖的是死亡的個案 來到了76例之多 非常的驚人 另外新北市最多 還是今天有21350例 可是你可以看到高雄市 連續第三天超車 這個包括了台北市 桃園 台中 都快要萬例 可是高雄市超車台北市的第三天了 好 我們來看在今天 中重症的部分增加了非常的多 今天新增了191例的中重症 那麼死亡的個案有76例 而當中的重症最令人覺得 比較矚目的個案 是一個6歲大雲林的小男童 因為他也病發了腦炎 他在家人確診當天立刻發高燒 然後立刻送醫急救之後 就發現到說原來有腦炎的症狀 那麼可見 病發腦炎的孩童狀況是越來越多了 好 在疫情延造情況之下 很多人就問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快篩陽性 馬上失童去診呢 來聽聽看陳時中他怎麼說 很多人在問就是說 那為什麼不一開始就做 那確實在一開始就做的時候 你可能偽陽性的比例會相對的高 那時候我還記得新北也有來提說 是他們可以先來做 如果先在新北做 你會讓其他縣市的人跑到新北來驗 那這樣反而在新北在那時候 在醫療量能不跟確診病的很多的時候 會把整體的醫療量能都 跑到雙北這邊來 那壓力會太大 我們應該讓全國都大達一定的情況 那全國一起來做 大部分的區域現在都已經 陽性率幾乎都已經到了八成 幾乎是九成這樣的一致性 所以我們在宣佈 5月26號起全面的來實施 快篩陽性經醫師診斷後 視為確診